阴之下漫画最新的唐门抗日片马上就要接近嘴声了 可越看大家的疑点就越多 这荆夫人凭什么能解唐门的毒啊 日本阴阳师的九个世神都是什么呀 等等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阴阳之下唐门抗日片中日方艺人的职业能力和来源 之前日方目前已经出现的艺人职业分别为 武士 忍者 巫女 阴阳师 浪人 以及三个小孩 咱们一个个说 先说忍者作为本章出场最早的职业 自然也躲不过为唐门无双的命运 目前在本章出现的忍者 不管强还是不强没有一个活的 包括这老头 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脸 他们连脸都没有 忍者这个职业是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特殊艺人 他们是专门为了特殊战斗培养出来的杀手 往往用于暗杀间谍等等见不得光的事件中 所以忍者很少参与正面战斗 一方面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都为投制品或者短武器的 不适合正面纲 第二个就是培养一个忍者相对付出的代价 表达 因为忍者往往会从小培养 为了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忍者往往会从小抹杀一切性格与情感 变成一个摸的感情的工具 这点就有点类似于古神圣童 只不过相对来说 存活几率要高很多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活影中的暗部还算真正的人者 武士 本章中出现的武士目前只有两人 那么分别是守在忍头身边的左近和右近 能力也多以斩击和刺击为主 将气和精气全部放在刀上的一种能力 速度快 伤害高 斩击范围大 甚至还可以利用剑气来提高攻击距离 一度斩下了唐家人的一手一脚 目前最强的技能为聚合斩 也就是拔刀斩 这个具体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详细科普 整体的设定和历史中的武士几乎相同 武士政职业最早是在日本平安时代 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官 一开始的武士呢 是用于天皇恐怖政权而设立的 而后到了九世纪中期 一些地方的领主或者大明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或扩张势力 也开始雇佣和培养自己的武士 而到了后来的江户时期 武士的地位也慢慢提高 逐渐达到了一个顶峰 慢慢的被沿用到了军事中 很多日本的大将军都是武士 所以到了后期的武士不只是武艺高强 而且还有文韬武略 样样精通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上抗日 席日下抗日 当然这也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忍头的身边会出现两个武士的原因 因为武士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来保护一些重要的人物 他们会和被保护的人签订主从关系 注意是主从而不是主厨 是随从而不是仆人 因为不管在什么时代武士在日本的地位都很高 是那种早在阳光下都会受到万人景仰的质疑 所以就算对方的地位再高 武士也不会成为那个人的仆人 但是他们会一直跟随着被签订者尽忠 如果行动失败或者保护失利 往往会选择切副自尽 而由于武士道的精神 他们认为决斗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尤其是和强者决斗 这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荣耀 所以他们非常不喜欢在决斗的时候有人插手 这是为什么浪人在偷袭唐家人的时候 武士会非常严肃警告他们 别多事 而很多人会好奇浪人为什么会扔手里咽呢 浪人不就是失去主人的武士吗 实际上这个观点就是不准确的 浪人这个词原意为游荡的无赖之徒 北魏的贾思协曾在齐民药树重瓜中提到过 摘瓜法在步道上隐手而取 不听浪人踏瓜慢 以及翻腹之 意思就是摘瓜在步道上伸手拿就行了 别听无赖或者该溜子踩瓜疼或者来回翻 而到了德川幕府的晚期 成凭大量削减了武士的数量 导致一堆武士忽然失业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浪迹江湖 饮酒闹事 成为浪人 而成为浪人后 往往会为了生存 短期受雇一些权贵或富商 只不过和武士不同的是 浪人往往只受雇于某个事件或某一段时间 而武士牵的往往是卖身器 同时浪人本身就是拿钱办事 也就不存在什么尽忠的问题 把话题扯回来 所以说浪人包括失业的武士 但失业的武士不等于浪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 只要是流浪或居入定所的人 都是浪人 说个题外话 曾经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后 建立了维满洲帝国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地痞流氓 为他们服务 而这些东西呢 他们都成为浪人 甚至给予了他们一些头衔 而失业的武士在成为浪人后 有一部分也不完全遵从于武士道的精神 不管是普遇生计还是其他原因 他们都在慢慢的学习一些其他技能 所以一个老浪人往往都是大杂贵 什么都会一些 这也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唐门抗日中 这个浪人会扔手里剑的原因 那为什么荆夫人能捡唐门的毒呢 这就必须要和大家聊聊 什么是巫女了 谁在漫画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 荆夫人就是巫女 但根据特征 我们也基本能推断个八九不离十 首先什么是巫女呢 巫女最早起源于日本古老的文学作品 古世纪和最早的正史日本书记中都记载了 天天女命为了引出天照大神而展示歌舞的故事 日本巫女又称神词 传统意义上来说 主要的工作就是侍奉日本主神天照大神 人可以通过巫女向神传达一些愿望或者祈求 神也会通过巫女向人类传达一些旨意或者帮助 这点有点类似于萨门教 同时巫女也担任着祈祷驱邪治病祭祀等之物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巫女它就是个截律木能驱散 能治疗还能加袜子 这是为什么京夫人可以帮别人解唐门毒的原因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解毒并不能对自己使用 也就是说巫女一旦中毒那就完了 这也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龙太有了京夫人给的守护神后依然不能给自己解毒的原因了 你是说那京夫人嘴里喷出来那是什么呀 首先巫女侍奉神后会获得神给予或护神的部分能力 而且除了天照以外其他的神也需要侍奉 也就是说巫女并不只是侍奉于天照大神的 只要是个神他都需要巫女的侍奉 而且日本的神和妖怪其实和咱们国家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咱们国家一提神那都是大露金仙脚踩相云 浑身白光的白胡子老头或者黑胡子老头或者眉胡子老头 而妖怪呢就千奇百怪了 强如大冬金雕孔雀大冥王 不行呢谁家马桶沾了块屎没擦干净 受了日经夜华也能成经 而到了日本呢 妖怪和神的区别在于他做不做好事 做好事的他就是神 不做好事的就是妖怪 当然了也有那种人惧怕妖的能力 而把他们供奉成神的情况 不过这种一般都是那种大妖 比如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大天口 一不小心就跑蹄了 所以京夫人从嘴里伸出来的那个口气 应该是他侍奉某种神赋予的能力 至于为什么京夫人身为神女 没有穿传统的白色服饰 因为他不是在祈祷或祭祀的时候 没有必要传承那样 再多说一下 京夫人给龙太的三只守护神 是和世神有本质的区别 守护神是只有在使用者遇到危险 或进入状态后才会出现 而世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现 那守护神和世神之间 更多的区别是什么呢 日本阴阳师的九个世神都是什么呢 那三个小孩的原型又是什么呢 下期一人之下 唐门抗日片下 不比师老差的日本阴阳师